牛肉干尖硬各芽 如何制作才能嚼得动 哦 看到芽棍啊 五谷羊高原生活自由自在 为啥要到平原安家 五谷羊嘛 搁这六关呢 牛羊拥有新滋味 探寻小分队 这就带您揭秘 追根溯源探产地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水之盘中餐 我们每天都要面对 各种各样不同的美食 但是您真的了解它吗 我们今天要去溯源的是什么呢 踏遍千山乱水 追寻自然好味 说起牛羊肉啊 您是不是立刻就想到了 茫茫大草原 在我们的印象中 来自草料丰盛的草原 或者高原的牛羊肉 那味道肯定是差不了 但是山高路远啊 想要尝到这一口真羞 却不是那么容易的 可我听说呀 现在来自草原和高原的牛羊肉 都有了新滋味 这个新呢 不但是新在口感上的创新 更新在离开原产地 也能养出同样好肉质的食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马上跟着我们的素颜小分队 一起去看看吧 蓝色的天空伴随辽阔无边的茫茫绿野 眼前这犹如童话一般的场景 就是呼伦贝尔大草原 这里是著名的天然牧场 也是我国牛羊的重要产区之一 探寻小分队听说 草原上的牛肉可比一般 还有了新味道 我们来到当地一家蒙古煲饭店 伴着美妙的音乐和舞蹈 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奶茶 食欲被激发 在这里有着什么样的牛肉美食呢 简单的做法 最能体现食物的原汁原味 这里的特色菜就是水煮牛排 只需用清水放上少许盐 煮上一个小时 就可以品尝到牛排的原汁原味了 一个小时后 我们的美食上桌了 牛排闻起了香飘四溢 这味道会腥在哪呢 真的是好香 而且它这个牛油 油虽然很厚 但是吃起来一点都不腻 非常非常的香 鲜蛋的牛排配着当地特色的奶茶 味道确实不错 可这也算不上什么新味道呀 就在此时 我们发现一旁还有一盘牛肉肝 我天哪 我的牙 嚼不动了 这牛肉肝还真是有点不一样 嚼起来竟然如此之硬 咱这个牛肉肝嚼不动了 我刚才差点把我牙割 而且你看啊 你看 太硬了 这嚼不动了 啥情况啊 我们是尽量把这个所有的水分 让风干出去 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它储存的时间会长一些 饭店老板告诉我们 所谓风干就是把生牛肉挂在外面吹风 在大草原上 风干牛肉肝是储存牛肉的一种方式 又是当地的传统美味 千百年来 当地人已经习惯了这种干巴巴 嚼起来比较费劲的口感 如今 他们在研习传统的基础上 制作出这种更容易嚼得动的牛肉肝 传统美食也有了新滋味 比以前呢 软和多了 特别好友 牛肉肝不硬了 变得嚼得动 这就是草原牛肉的新滋味 可疑问也由此代声 这不硬的牛肉肝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难道说是选用的牛不同吗 一定要走四万多五万 牛要出来了 带着疑问 我们根据饭店老板给的地址 打算先到养牛基地找找答案 来到呼伦贝尔大草原 辽阔的景象令人心旷神移 我们在大草原一路前行 一个多小时后 我们终于看到了牛的身影 在开了一个多小时车之后 我终于看到牛了 你们看 好多的牛 咱们到底是哪种牛来做牛肉肝的呢 不分品种 也不分花色 每种牛都可以 这么看起来 牛肉肝嚼不嚼得动 跟牛的品种并没有什么关系 那会不会是牛肉肝制作时 选用的肉不同呢 正当我们疑惑时 李妍拿出了一样奇怪的东西 这么小 这是什么东西啊 记不起 记不起干啥呀 你把它绑在牛身上 你看看它的运动量 你就知道咋回事了 李妍告诉我们 像要知道牛肉肝能嚼得动的秘密 得先跟着它放牛 牛放得好不好 对牛肉肝的口感可是有着很大的影响 在这吃草啊 到了放木的地点 李妍将牛群烘散 让他们各自都有空间 可以享用美餐 您这怎么回来了 放会儿就得换地方 还换地儿啊 对 为什么要换地方呢 难道说 刚才那片区域的牧草不算茂盛吗 所以才要换地儿 我们看着感觉都差不多呀 换了一片区域 我们看着地上的草 感觉和刚才的地方差不多 这换地儿放牛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和牛肉肝嚼得动 又有没有关系呢 这草又回来了 再换个地儿 见过放牛的 但这么放牛还真不常见 每到一个区域 给牛吃草的时间 也就半个小时左右 时间都花在擀牛换地儿上了 这么频繁的换地儿放牛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咱们这个放牛已经停了好几回来呀 干嘛呢咱这儿 你可能不了解呼伦贝尔 来 你跟我来 这儿就有 看啊 这啥你知道吗 花是吗 不是 中药材 之所以说让它在这儿吃 上那儿吃 再换地方吃 是补充不同的营养 呼伦贝尔草原 有着牧草王国之称 每块区域 都有着不同的牧草和草药 丽岩告诉我们 草原看似辽阔 但也很脆弱 需要合理划分牧区 在草原可承受的范围内放牧 才能延长使用寿命 换地儿放牛 是当地人琢磨出来的放牛方式 牛儿在每片草地上停留的时间短 既能有效保护草原生态环境 还能让牛儿吃得更加营养均衡 肉质也会更好 这来的车是干嘛的呀 牛要出栏了 没想到还赶上了牛要出栏 大家伙你来我往 你轰我拽 纷纷将要出栏的牛赶上车 我刚才拽鸡布器那栏油在哪呢 在那边呢 你这个牛一天走四万多步 你看四万多步呢 敢摸摸吗 特别紧实 确实是 这么大的呼伦贝尔 走四万多步都很平常 按照我们以往的经验 运动量越大的牛 肉质越是紧实有嚼劲 想要制作出来的牛肉干能嚼得动 这不是恰恰使得其反吗 我带你去看两块肉 你就明白咋个事了 这是牛的后腿肉 我们做牛肉干啊 就选用牛的后腿肉去做 仔细对比我们发现 牛腿肉的纹理是成条状 而另一块牛肉的纹理虽然细腻 但是比较混乱 没有走向 你吃牛肉干是能撕成一条一条的 是的 这个就不行 它是没有走向的 所以说你撕不成条 这个后腿肉是可以撕成条的 但是它就算能撕成条 它咬不动也是一用伤啊 我有神器啊 正是因为这个神器啊 我们才选用牛的后腿肉 去做这个牛肉干 走我带你看看 带着疑惑 我们走进加工厂 然而门一打开 我们真正体验到了什么是风中凌乱 这好大的风啊 这小面这么大风 虽说是在加工厂 这里的牛肉干和传统牛肉干制作方法并无差异 都是通过风干来制作 传统制作牛肉干 生牛肉需要风干十到十五天的时间 而这里却只用了六个小时 但是它嚼起来还是挺硬的 咱们现在做这个啊 风干它七成的水分 传统做法呢 可能要风干它十成 那不硬的牛肉干到底在哪呢 就在我们纳闷之时 李妍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大铁罐子前 你先尝尝 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那种口感 现在这个牛肉干就跟我之前吃到那个口感是一样的 就比较软 好嚼 这个叫高温杀菌锅 肉干在这里经历了108度的高温和0.25兆帕的压力 这个设备就相当于咱们家里的高压锅 草原牛肉有了心思费 草原上的牛肉鲜美无比 吃法也是多种多样 除了牛肉干和水煮牛排 还有着一种地道的吃法 给你拿点牛肉 来 牛肉 咱怎么吃 吊炉啊 吊炉啊 好的 行 牛肉切条 配菜有洋葱和香菜就足够了 洋葱切块 香菜切段 将它们一起放入牛肉中 再加上一些盐 搅拌均匀后 腌制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很快一个小时就过去了 然而 这所谓的炉子却是个小托盘 这不是要掉炉吗 这么个小托盘怎么掉呢 我们刚想询问时 就看牧民大哥拿来了一个高大概50厘米左右的大铁挂 直接扣在了小托盘上 这时我们才明白 原来所谓的吊炉是什么意思 将腌制好的牛肉直接吊在罐子里的钢圈上 这就是当地的特色美食 吊炉烤牛肉 牛肉吊上去后 因为罐子很高 可以和下面的炭火保持一定的距离 这样就可以避免牛肉被烤糊 盖上盖子焖烤20分钟左右 美食就能出锅了 盖子刚一打开 浓浓的烤肉香气扑面而来 外焦里嫩色泽油润 哇 好香啊这个 来自大草原上的牛肉 仅有传统吃法怎么够呢 根据牛肉部位的不同 能制作出多样化的牛肉美食 将草原牛肉和意大利面相结合 也能成就一道新滋味 本身做意大利面的话 用这个牛肉就要选相对瘦一点 油肉锅这一步很关键 油不能给的吝啬 也不能烧得太热 就要接着把肉馅放进去煸炒 等将牛肉的汁水炒出来之后 还不能停 而是继续来回翻炒 直到锅中的肉馅颜色变深 看起来颗粒感十足 就可以盛出来放在一旁备用了 继而锅中放入洋葱和西红柿 充分将西红柿炒烂之后 加入事先准备好的番茄酱 最后再加入之前煸炒好的牛肉馅 先炒牛肉是我要把这个牛肉碎给它炒干 把它的水分都炒干 这样吃的时候这个酱的口感会更好 肉酱搞定了 接下来便是意大利面 意大利面的那个口感和咱们中国传统的面条吧 本身也不一样 它是会偏硬 然后会更有嚼劲一点 所以即使姜面逐软捞出 再放入肉酱中搅拌均匀 面的口感依然不会变得软塌塌 一份意大利肉酱面就大功告成了 大草原依靠丰富的资源 滋养了成群的牛羊 草原上的牛肉更是有了新滋味 除此之外 高原也拥有丰富的牧草资源 是我国畜牧业发展的重要产区 原产于云贵高原的乌骨羊 就是生活在高原牧场的羊种 它还被称为羊州的大熊猫 它的肉很鲜满 特别好吃 很好吃的 味道很好 乌骨羊羊肉香气浓郁 味道独特 这种羊不仅外表颜色发污 它的肉骨膜和多处内脏颜色 也成乌色 在云贵高原 羊肉是不可或缺的一道美食 乌骨羊肉更是受人青睐 乌骨羊肉的烹饪方式 一直延续着最古老的方法 天然泉水煮沸 将羊肉与简单的几种配料一同加入锅中 两个小时的温火炖煮 在此期间只需要等待 出过的羊肉飘香扑鼻 不腻不伸 每一口下去都能体验到羊肉的鲜香 这是来自高原牧场的美味馈奏 就是这样一种来自高原的美味 听说也有了新滋味 可乌骨羊的心却不在味道口感上 而是他竟然走下了高原 在山东安家落户 地处平原地区的山东 真能养来自高原的羊吗 它的肉质会产生什么变化呢 师傅 您好 您知道有一种羊肉颜色很深 然后它肉色发不中吗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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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知道吗 发黑色吧 我知道 那边打一家就有 打停了一圈 我们还真找到了乌骨羊的线索 下了高原的乌骨羊 会有什么不同呢 这个确实是我要找羊 因为它冻得这么死 是都黑乎乎的 这都是本地的羊肉 咱们本地养殖这个羊 这下我们更加确定 乌骨羊是真的下了高原 来到了山东安家 可是 在平原地区养殖的高原乌骨羊 会有什么不同呢 轻堆羊肉来了 好的 谢谢您 我尝一口 这个羊肉吧 它有一种清香 然后好像还有那种淡淡的奶香 反正是上面挺小的 挺好吃的 我先把它吃了 这还挺新奇的 我们都知道 高原地区和平原地区 从气候到环境 都有着很大的差别 这来自高原的乌骨羊 是怎么在这里安家落户的呢 每天需要放十圈 走走走 运动量一旦变大 肉质就会变得很紧实 所以说 遇水之后 它甚至还会膨胀 带着疑问 我们前往养殖场 一探究竟 等一下 我看到了 好可爱呀 这是乌骨羊吗 咱来干嘛呢 我们是来找乌骨羊的呀 这不就是乌骨羊吗 这个就是乌骨羊啊 对呀 这小黑羊 怎么能看出来 它是乌骨羊啊 来您看一下它的牙颜 这牙颜还有舌头是呈黑色 哦 全是发乌的这个颜色 咱是大规模养殖吗 咱们的羊在后面运动场里面 那您能带我去看看嘛 好嘞 咱们把这只手丢的小羊抱上 没走两步 我们就在羊圈后面的小树林里 看到了一群小黑影 这不就是咱家养的乌骨羊吗 隔着六关呢 我们这边是给它分圈来做运动 因为全部放出来数量太多 高原上拥有丰富的水草资源 天然广阔的牧场环境 这才造就了乌骨羊独特的肉质 可现在下了高原 被关在养殖场里生活 乌骨羊的肉质还会好吗 先别管其他的我们去放羊去 哪里放羊啊 对啊 肯定需要赶羊啊 怎么放羊啊 就这样晃着往前赶着它就可以了 就别让它乱跑 对 它适应平原生活 主要就是先要运动 原来乌骨羊也性强 好运动 在平原地区 没有像高原牧场那样 广阔的生活环境 只能集中养殖 如果不给它们 活动的空间和时间 它们很难适应这里的生活 所以它们养殖乌骨羊 才会分券 让乌骨羊出来运动 这样能让乌骨羊 更好地适应这里的生活环境 可这就运动一下 真能让平原养殖的乌骨羊肉质 和高原上的一样吗 我带你去做个测试 咱就做到了 好 此时负责人郭孝晨 为我们准备了三份羊排 那么这个测试 到底要如何做呢 咱看一下这三盘羊肉 有什么不同的 这两盘感觉大小差不多 颜色偏深 这一盘感觉这个块比较大 然后颜色偏碱 有什么区别吗 这一盘是我们厂里 自己养殖的乌骨羊 这一盘是云南的乌骨羊 这一盘是我们本地的绵羊肉 咱们通过这三盘羊肉 怎么来做这个测试呢 我们煮一下就知道了 我们撑取了同等重量的三盘羊排 那么煮一下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二十分钟后 我们前后对比了每一份羊排 还真是发现了不小的变化 这是那个普通羊肉是吧 普通羊肉好像变少了 我缩水了吧 但是看这边的这两盘乌骨羊肉 好像它没有什么减少 反而感觉这个肉它变大了膨胀了是吧 因为咱们本地的绵羊 它的肉质比较松散 水分的含量比较大 水煮过之后 它的水分会流失 然后缩水 乌骨羊是高原品种 它整天运动量也比较大 运动量一旦变大 肉质就会变得很紧实 含水分比较少 钢物质比较多 所以说浴水之后 它甚至还会膨胀 你看咱们自己养殖的乌骨羊 跟咱们从原产地过来的 从表面上来看 大小是没有变化的 这就证明了 它里面钢物质的含量 还有营养成分 其实变化相差不大 乌骨羊竟然成功走下高原 在平原生活 也能保证羊肉的品质 和高原上的相差不大 来自平原的高原羊肉 乌骨羊还真是有了新滋味 高原上的老乡们 烹饪乌骨羊 演习传统的炖煮技艺 那来自平原的老乡们 对于乌骨羊的吃法 又有什么讲究呢 当然是烤铲羊 说做就做 负责人的前期准备 也就是两个盆 一盆是羊肉 不过另一盆倒出来的东西 我们却看不太明白了 这是我们特制调配的一种香料 那咱们要现在腌制多久 二十分钟左右 乌骨羊肉质紧实 尤其是在平原养之后出肉多 像羊腿羊窝的部位 肉质很厚实 二十分钟后 羊用铁丝绑到架子上 烤前准备就算完成了 烤前羊看似简单 实则复杂 细节决定味道 需要烤多久啊 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 在烤的过程中 需要不时地开盖刷油 中间还需要打开一下 补一下腌料 防止它腌不均衡 很快一个半小时过去了 撒上白芝麻 辣椒粉 烤全羊就出锅了 大草原因为丰富的草量资源 为我们孕育了鲜美的牛羊肉 人类对美味的追求 促使它们通过智慧 让牛羊肉走得更远 天然的草地环境 给牛羊带来风营食物的同时 以给牛羊肉的生产 带来一定的限制 摆脱传统养殖观念 最大限度地开发食物资源 牛羊肉也会有新的滋味 好的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水之盘中餐 追根溯源探产地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